各位朋友,首先我林友知代表中逸禮师傅和香港元空星相研究中心 祝大家马连走好运,个个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财源赶尽 打工的朋友们当然是升职加薪金 至于做生意的朋友就是生意蒸蒸日想 另外喜欢投资的朋友当然是投资得心应手 至于女士们就是个个青春常住 学生哥就是学业进步 至于单身的朋友们就是祝你们早又找到理想的对长 恭喜恭喜 属马的朋友今年是形态岁 逢是有形态岁的朋友都会有特别多些变动 在情绪方面可能会比较差些 情绪起伏大些甚至会比较悲观 另外亦都很容易会有是非随身的情况 要注意人际关系 至于感情方面浮动事件都比较大 好的方面当然可以是结婚生仔 至于差的方面便会变成分手 或甚至会是离婚 要注意有两个月份特别差的 就是努力五月和努力十一月的 属马的朋友今年有吉星金贵星 这一粒星是对财运有帮助的 尤其是对一些收取佣金的收入人士 又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来说特别有利 另外今年还有象星 象星对于事业运和权力的运势都有提升的帮助 尤其是对管理人士更加有利 空星有天空和月空的 对健康运是特别有影响的 就需要留意一下饮食 要小心不要乱吃东西 还有要小心因为饮酒而出事 还有另外两个空星 包括了有剑锋星和伏斯 都是需要留意一下意外损伤的东西 所以就不要做一些危险性的活动 也都当然是需要小心交通的方面 針对人制关系不好 提升人缘运 也都包括了提升桃花云 可以在2月4号立春日之后 在家里的西南方 摆放一个金属制的花瓶 那形态方面 就当然是以自己喜好的为之好 也都不能硬硬残残的表面 而且就需要入三分之二的水 那这些清水就需要定期的根换 那另外 針对是非的问题 也都可以在立春日之后 在家里的东南方 贴一些的红色、紫色 或者粉红色的物品 那例如在睡房那里 可以摆放一些红色、粉红色的床铺皮革 那又或者譬如在大门的话 就可以摆放一个红色的地毯 那至于客厅就可以贴一些红色的辉春 又或者以红色背景的海报为主的东西 那最后 今年的西北方是属于灾位 那适宜摆放一个金属座台中 那可以减轻今年灾星所带来的影响